好,那么你会发现 每一天扩张血管 垃圾还是在血液里面 扩一下子,垃圾堵在那里 就容易血栓,容易爆血管 为什么?因为血管病没有营养去 没有营养去的话 血管病就会脆化 一脆化,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会中风,对不对? 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 最大的问题就是中风 一系列的,包括血糖增加 对不对?血脂高,三脂高,痛风 那么好 今天我们这个水它年度低了 它就是分解 慢慢慢慢把那些垃圾分解 它就带走了 一带走以后,这个血管病没有垃圾了 营养就会给血管病吸收 血管病一吸收,它就软化血管 你想要是软化血管 增强血管的弹性好 还是你天天去扩张血管好 肯定是增加血管的弹性 软化它 所以我们是治根本的 虽然我们不是药 但是它可以解决我们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营养输送的问题 跟营养吸收的问题同不同意 好,这个是讲的血管 那另外一个讲到我们的身体的肠道 我们大肠里面有没有毒素 要不要洗? 要 好,刚才我们吃饭都大家都在看了 十几个菜在这里是不是? 十几个菜在这里 用什么来炒? 要油吧 好,那个碟子脏了 我们当然靠水洗,洗得干净不? 绝对洗不干净 是不是要放洗洁精? 那么因为什么要放洗洁精? 因为洗洁精可以去油脂 好,那我们今天